从董卓乱政开始 整个华夏处于地方割据 群雄争霸的局面 在董卓挟制皇帝的同时 刘烟父子占据了一州 刘表占据了荆州 孙策孙权开始在江东发展 袁树占据了南阳 袁绍在河北济州发展 公孙瓒 刘玉泽占据了幽州 曹操在衍州发展 刘备还在不断的四处游离 谁也知道将来能统一华夏的是谁 当时间到了公元198-199年时 中原及北方的局势开始清晰起来 袁绍在北方打败了公孙瓒 差不多用了七八年时间 统一了北方四周 成为天下势力最强的人 曹操最早是在衍州的东郡当太守 先后打败了与袁树同盟的 黑山军和匈奴军 然后又打败了青州黄金军 收复了近百万黄金军 及他们的家属 依靠这些战绩 曹操成为衍州刺士 公元196年 曹操盈利汉县地到许昌 随后曹操开始了一系列的征伐和扩张 曹操在中原打败并杀了吕布 挫败了袁树 刘备收响了张秀 也差不多用了七八年的时间 统一了中原 袁绍与曹操不可避免 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发生战争 关渡之战决定着中原 及北方霸权的归属问题 准确地说 关渡之战是曹操引发的 曹操在围攻吕布时 吕布向张扬求援 张扬率军准备支援 结果被手下杨仇所杀 杨仇准备投靠曹操 结果被另一将领虽固所杀 虽固想投靠袁绍 结果被曹操派出使唤 与曹人攻破 曹操随后趁机吞并了张扬的河内郡 把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外 袁绍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 自然会对曹操把触脚伸到黄河以北 表示不满 双方其实有一条默认的势力分界线 就是黄河 现在曹操越界了 于是袁绍就发动了关渡之战 其实对于此战 曹操早就准备好了 虽然袁绍是发起者 但是曹操才是引发关渡之战的人 此战中 袁绍投入的兵力是11万人 1万骑兵加10万步兵 曹操投入的兵力大概只有3-4万人 在持续一年之外的关渡之战中 曹操依靠少数兵力 以谋略大败袁绍 并在关渡之战中 俘虏了袁绍手下的军队约7-8万人 这些俘虏全部被曹操坑杀 袁绍只带了800骑兵逃回河北 经此一战 袁绍失去了与曹操争霸的实力 河北四周的一主也只是时间问题 战败一般会伴随着叛乱 袁绍一回到河北 其境内就发生了叛乱 这是时事 谁都知道袁绍保不住河北了 但是袁绍还是有能力平定叛乱的 尽管如此 袁绍在两年之后就去世了 之后袁绍的儿子们就陷入了内乱 即使如此 曹操还是用了七年时间 直到公元207年年底 才彻底平定了北方 为什么从关渡之战 袁绍战败 到曹操统一北方 还用了七年时间 一 曹操的战略 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 关渡之战一年后 袁曹之间还发生了苍廷之战 这一战 袁绍击中了河北四周所有的兵力 和约七万人 与曹操在苍廷打一战 要知道关渡之战 袁绍可是损失了十一万人 现在又调动了七万人 可见袁绍的河北四周是非常有实力的 人口众多 经济雄厚 但是关渡之战袁绍就没打赢 苍廷之战照样是打不赢 这一战还是袁绍败了 几个月后 袁绍就去世了 之后 袁绍的儿子袁坛与袁绍 在各自集团的拥立下开始争权 逢计 审配拥立 袁绍为继承人 而新平 郭土等人则拥立袁坛为继承人 袁绍本人也倾向于拥立袁绍 但没有正式表态就去世了 之后袁绍与袁坛就发生了争执与矛盾 互相攻发起来 这本是曹操收复河北的最好时机 连袁绍的两个儿子一起收拾 曹操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袁绍都打不过曹操 更不用提袁坛与袁上了 但是曹操没有这样做 而是坐山观虎斗 就让袁家两兄弟在那斗 让袁家自相残杀 最后再来收复残局 这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既定的成果 因为河北四周已经是曹操的囊中之物了 谁也取不走 能用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 为什么不用 这就是曹操的智慧 袁坛后来打不过袁上 于是向曹操投降 曹操与袁坛结成儿女庆家 支持他与袁上继续开战 这时是不是很好笑 曹操明明是打败他父亲袁绍的人 袁坛却与自己兄弟争斗投靠敌人 但袁坛却是这么做了 后来袁上攻打袁坛 曹操还派兵支援袁坛 鼓励两兄弟继续打下去 继续打下去的话 不用曹操动手 两兄弟就会打得两败俱伤 曹操就能坐收渔翁之力 可惜后来沈沛写了一封信给袁坛 内容大概是说曹操利用了袁坛 劝他回头 袁坛还算聪明了一回 于是又背叛了曹操 结果被曹操在南皮之战中打败 袁坛被虎豹齐所杀 曹操没费多大的劲 就杀死了袁坛 夺取了叶城 这里后来成为曹操的政治中心 以及魏公国 魏王国的都城 这一年已经是205年了 袁上兵败后 逃到幽州投靠袁西 后来两兄弟逃到了乌环 曹操则则开始四处扫荡河北 在郭家的建议下 曹操远征乌环 打败了乌环 而袁上与袁西兄弟则逃到了更远的辽东 郭家则劝曹操不用再追赶 辽东会把两兄弟的首级送过来的 后来的事态发展 印证了郭家的猜测 可以说 曹操收复河北 几乎没费多大的功夫 除了207年的远征乌环之战 是一次长途跋涉 有些难度之外 其他的战争对方根本无力反击 以曹操的实力 应攻河北 即使袁潭 袁上 袁西三兄弟联合起来 也不是曹操的对方 无非就是伤亡大一点 但是曹操没有这么做 能用更小的代价 又何必要花更大的代价呢 反正河北四周别人又抢不走 二 曹操杀祥是民心 曹操之所以只能以战争的方式 拿下河北 而不是河北众望所归的投降曹操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曹操杀了袁绍手下 投降的七八万士族 不得民心 而袁绍军事能力 虽然不如曹操 但是很多民心 袁绍去世的时候 河北百姓痛哭流气 而曹操不仅在战争中打败了袁绍 而且杀了七八万河北士族 这些人都是百姓的子女 结果被坑杀 导致了曹操收复河北四周的难度加大 也让曹操变成了河北百姓的仇人 原本以民心来让河北四周归附 是收复河北四周时间最短的方法 曹操为什么要杀祥呢 应该是粮食不足以养活这么多士兵 关渡之战曹操赢得很辛苦 尤其是粮食供应 非常紧张 现在一下子有七八万俘虏 给他们吃什么 没有东西给他们吃 只能杀了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曹操在北方不得人心 三 曹操没有得到河北士族的支持 不仅仅是沙翔事件 曹操一直是打击士族的 与袁绍正好相反 袁绍是利用士族的支持 快速发展壮大的 只有七八年就统一河北四周 袁绍主要是得到了河北士族和中原士族的支持 袁绍在讨伐董卓朝代 就是士族领袖 其家族又是出身四十三宫的豪门士族 所以袁绍利用士族支持发展很快 相比于袁绍 曹操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他只能用手腕来收复士族 曹操先后杀了很多士族出身的名士 比如边让 成功 还有后来杀害的许优 孔荣 杨修 崔衍 曹操一生都在打压士族 担心士族的力量过于强大 会影响到自己政权的稳定 所以他得不到大部分士族的支持 当时的士族经过两汉几百年的发展 都是百年大家族了 垄断了地方上的舆论 经济 推荐权 隐藏了大量的人口 在地方有庄园经济 俨然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 曹操不愿意与士族妥协共享权力 在用人上采用唯材式举 不看出身的办法 政治上既使用又打压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士族离心 比如出身河北豪强的举兽 被曹操俘虏后 就是不愿意投降曹操 宁杀不详 也被曹操所杀 这样就导致了河北士族 不愿意投降曹操 也增加了曹操收复河北的时间 而曹操之所以用了七年 才统一河北 是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 产生的结果 中文字幕统一河北 并且封签 中文字幕统一河北 将写